以革新團結 重販執政的目標 國民黨 輸掉了幾次大選 但是 國民黨還會再起 我們從民進黨執政16年的首領 贏回了台北縣 接下來 朱立倫市長 穩住了新北市 現在 中華民國 直轄市裡面 就剩一個 新北市 所以 為了2018 為了2020 更重要的 為了我們中華民國所有的國民的美好的未來 新北市一定會團結 對不對 一定會贏 對不對 像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城市 三片的土地 這麼好的資源 我們是不是要訂定一個新的城市發展的目標 告訴所有的人 我們將來不會輸給新加坡 我們要贏過首爾 我們不會輸給巴黎 我們要贏過上海 在所有的環境 所有的經濟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人文 所有的人才 所有的交通 所有的環保 我們大家都要爬到 國際級的標準 好不好 我們要告訴所有的新北市市民 當國民黨 再贏回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我們會給所有的新北市民 未來國際化的城市 好不好 我們要告訴未來的美青人 將來是你們的 我最近參加幾個年輕人的活動 他們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氣態面 你會不會用人工智慧 你會不會做機器人 你知不知道將來是無人駕駛 汽車跟飛機 你知不知道綠色的能源有多重要 你知不知道電動汽車我們也可以生產 各位 這許多新的科技 都是我們年輕人最常住的地方 也是最能夠發揮的地方 我們將來新北市再次執政 我會跟朱立倫一樣 培養年輕人 未來的時代 讓年輕人來領導整個國家 經濟跟科技跟人文 所有的一切的發展 我們給年輕人另外一個新的天空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一定要讓新北市 在富足 平安 你們進步 好不好 鄭秘書長 也是我們的 這個副主席 地方選舉的大選 市議員 里長 園民區的區長 跟鄉民黨 五合一選舉 我們剛剛聽到李主委的一行話 大家 神信 李主委已經 做好 整個的懲罰 主要新北市所謂的 綁延同路團結 然後團結我們新北市的鄉親心 我們新北市 一定可以穩住 各位說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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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警大當校長 唱國歌生活情 也是要做的事情 我跟各位一樣 其實我是民國六十四年次大 但是 因為警察要維持行政中立 到了市政府服務的時候 我再也得到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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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證問題做好才是更近的一個職業